歌词将音乐换声 听歌的时候 很多事触动心灵 引起共鸣的 往往就是那几句 入心入肺的歌词 歌词的世界其实很大 始终密 始终有密 主人提及万片分手无数跌倒 欢迎收听第144集的《慈忠密》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阿寶 今天这集是郑国刚影视歌词第4集 也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 上一集几乎全部都是郑国刚在1984年的作品 1984年真的有很多佳作 包括《似水流年》 《信》、《龙本多情》、《偶遇》、《戀愛预告》等等 这一集就会由1985年开始讲到80年代尾 至于90年代之后 郑国刚老师基本上算是胆出了池坛 比较小田 或者将来有机会再跟大家讲 因为4集都已经真的很多了 过去几集也有提到郑国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歌手拍档 亦都奠定了郑国刚写很多青春题材 或者比较现代感 重一点的路线 这一集第一首带来的作品 就是陈伯强的经典歌《等》 说1984年是郑sir的当往一年 都真的没错 其实《等》呢 虽然是85年发行 但其实84年就已经出来了 因为这首歌就是电影《圣诞快乐》的插曲 这套《圣诞快乐》不单止有陈伯强做主角 还有麦家、徐小讽、张国荣和李丽珍 歌词是描写男女主角 即是麦家和徐小讽的一段《黄昏戀》 陈伯强曾经透露过他原本打算 和飾演女主角的徐小讽合唱这首歌 但因为公司不同所以不成事 当他读唱版时 希望加一些新的元素 在结尾中用假声来唱 营造一种Blues的感觉 至于郑国荣就说回 电影中男主角麦家提供了一个概念给他 以歌词的主人翁年纪来说 其实每一段感情都可能是最后一班巴士 于是郑国荣有勾起一次旅行 差点就错过一班车的回忆 就将这个灵感化为一个年轻人对父亲的劝告 就写成了这首陈伯强的代表作 一首可以说是香港乐坛的经典 被无数人翻唱过 不过当年就没拿过任何的奖 当中郑国荣填的 莫道你在选择人 人亦能选择你 成为了一句很精净的哲理 很多人都会用来引用 而等寂寞到夜深这句歌词 也都深入闻心 好像今排监制雷仲德都曾经评价过这首歌 说这首歌无论旋律还是演绎都是天衣无缝 歌手不是唱歌 听众入耳的其实是一个人的心声 等寂寞到夜深 夜已占荒凉 夜已占分音 莫道你在选择人 人亦能选择你 公平 缘没半点偏心 伏结 慢慢向着心 旅心 何必抱怨 曾令最深是谁人 自愿吻别生上人 胡陀换来一生 雷人 何辜 明是痛苦 伤心 还行着笑 装开心 更少的你可怜 还可吻 目睹太远去 他的脚印 心中永印 胡桃是你的一波心 他招你将无穷的后悔 这一生 你的心里满哀困 是你的心里满哀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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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陈八强的《等》是无数香港歌迷之外 一首没拿过奖的歌,但传中了三十多年 反而圣诞快乐部戏就没被人提起了 终于说到1985年了 其实之前说过郑国刚多数是填时装剧或电影的主题曲和插曲 古装方面很多时候都会由盧国尖和王尖填填 尤其是盧国尖写的歌词很霸气,很有气势 而王尖的歌词大情大声,而且很有豪情 相比起来说,郑国刚所填的一些古装剧或古装片的歌词 就比较少人提及 不过也不是没有,例如第一集所播过的郑少秋的《无敌是最寂寞》 或者没有播到的《圆月弯刀》等等 不过的确是从帮了陈八强填词后,郑国刚的定位就变得时装很多了 隔了一段时间,来到1985年,他终于又填一首古装剧的主题曲 来到这个阶段,和80年代初已经不同,电视剧的主题曲影响力大大下降 但这首《女四娘》的主题曲都很好听 叫《怨死也为情》,是由叶善文所唱的,顾家辉作曲 如果大家有看江华和张可儿演的《九五自尊》 江华做雍正,张可儿做《女四娘》,穿越来到现代的故事 其实里面也有提到1985年时的《女四娘》这部电视剧 当时是Dudu姐,郑玉玲,做《女四娘》,《女梁伟》做雍正 这几十年来,也有无数电影电视剧做《女四娘》 都是说她和雍正皇帝的恩怨情仇 有趣的是,其实《女四娘》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只是出现在民间传说 不能不提的就是叶善文当时 其实出道了不久,他的广东话都不正 能够唱这首歌唱得这么有感情,其实都交足货了 郑郭光的歌词,除了有诗意,有古典味之外 其实也有一种现代爱情的感觉 可能这个真的是他的风格了 这首歌不知为什么黑在我心里都三十多年 反而这首歌除了记得《Dudu姐》是《女四娘》之外 就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从来眼中没情声 遇着你只好要成 我的心中也有情 《温柔》是我本性 温柔是我本性 温柔是我本性 由来爱戀无旁征 遇着你心境再难清 每当不想见你是 泪珠心中平 你的心一思事惊讶 在我心一般反应 总是在遥遥千千里 亦有心灵同感染 虽说是由来爱戀无奔战 但是我今天也成功 若我得不到你是 愿死也为情 池中密 池中有密 继续第二节的池中密 1985年郑国刚老师不是写了很多影视作品 86年多了一点 不过跟之前相比80年代的后半截 大部分的影视歌曲已经没有之前那么红了 应该这么说 红的歌就不一定是透过电视剧或电影 所以才让大家认识 很多井sir的作品 其实已经跟电视剧或电影无关了 反而很多主题曲或插曲 它们红并不是因为电视剧 很多时都是因为那首歌本身很出色 很好听或是歌手那排很红 女方的《只因我太痴》就是一个好例子 经过你令我快乐过 听不到的说话等等的好歌之后 《只因我太痴》就是那排风头很厉害的 是女方其中一首代表作品 由黎小田作曲 郑国刚填词 这首歌非常高音 但女方也很轻松 虽然说是女方的代表作之一 亦是一套剧集的插曲 但大家不知记不记得 这套剧集是什么 相信大家都没什么印象 这套剧就叫做《神勇CID》 男女主角是第一次做男主角的张绍徽 和陈敏仪 当时小时候都觉得张绍徽是挺有型的 但这套剧都是一般警匪的电视剧 看完就没什么印象 只是觉得都挺好看 反而这首《只因我太痴》就一直都记得 又是插曲红过一套剧的例子 《心》 《心》 《原来是记》 《爱你》 《口》 《没有说你不知》 《爱》 《真的不可解释》 《不要问》 《为何活发之遍》 《那亦能共你相远》 《相信最生的天意》 盼望明白我,请看述这点痴,请休提往事 乎,仍能活跪了你,乎,受了苦你不知爱 好比一张沙纸,是水口上流浅浅的事 那日能共你相遇,相信醉山皆天意 盼望明白我,请看述这点痴,请休提往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一集有提过,在1984年,一首林之美的《偶遇》打败了梅艳芳的《似水流年》 得到香港金像奖最佳歌曲奖,两首都是郑国刚老师填词 《偶遇》这首歌是电影《少女日记》的主题曲 这部电影是唯美导演杨凡第一次做导演的电影 《三不识七》就特意找了很擅长者年轻人题材的郑国刚填词 既然偶遇得到这么好的成绩,那杨凡呢? 第二部电影《玫瑰的故事》也找了林敏仪作曲 《恩尼》去唱,以及找鄭sir去填词 这部电影的主角就是大家熟悉的法哥周韵发和张曼玉 鄭国刚提过,这个电影的主题是很难写的题材 因为写的是一段同胞兄妹相戀的爱情故事 如何处理呢?对鄭sir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结果他就特别想了以下这几句歌词 写成了一首《最后的玫瑰》 昨日那份美可会找得住 昨日那阵嚣失去将涟漪 留住快乐往昔往事 想起往日一切,我总说愿留住 昨夜那段舞可会记得住 昨夜那份爱,失去将涟漪 刚刚唱的《昨夜那段舞》 是导演杨凡特别要求鄭sir写的 他说电影中有长跳舞的电影拍得很漂亮 攝影是杨凡的老本行,鄭国刚当然相信他 由于导演要用声带配合画面剪接 所以要求唱片公司给了一条搭了首歌的声带给他 但欣尼刚刚好身体有点不舒服 要入院治疗,但事又偏偏急 所以欣尼唯有带病试录一次,用来应急 由于身体不舒服的关系,出来的效果 和欣尼平时的唱法有很大的分别 杨凡把首歌的片剪好了,欣尼也出了院 同时再把那首歌重录一次 当场面公司把混好音的声带送到杨凡的时候 他仔细听了好几次,发现欣尼入院之前不舒服 当时录的歌声更加切合剧情的气氛和情绪 所以郑国刚就说,世事往往就是这样 但有责任心的人,总希望把事情做到尽善尽美 这个态度是对的 虽然有时事与愿违 至少做了都心安理得 民歌曲集团 多谢郑公司 多谢郑公司 昨夜那份爱失去将涟漪 还到告别了的笑容 今天再度将我轻轻观似 问这快乐为何来去如非 将那天上百云炸离炸醉 此那心心惯处有此不惊议 尚可身向远行谁知有尊事 你的关注眼神会令我惊喜 就算一天风雨也能让我笑着避免 你的一抹笑容能去心中忧虑 当天快乐一生都记起 昨夜那段梦我会记得住 昨夜那份爱失去将涟漪 还到告别了的笑容 今天再度将我轻轻观似 问这快乐为何来去如非 将那天上百云炸离炸醉 是那心心惯处有此不惊议 信我身向远行谁知有尊事 你的关注眼神会令我惊喜 就算一天风雨也能让我笑着避免 你的一抹笑容能去心中忧虑 当天快乐一生都记起 问这快慈忠密,慈忠有密 为你写的歌,教文者不心酸即行即过 主人提及万片分手无数的多 欢迎大家回到第144集的慈忠密第三节 亦都是四集靖过江影视作品系列的最后一集 鄭sir写过2000多首歌 要在当中选最好的影视作品都不是很容易 原本预算用三集讲完 但就算用完这四集都只能够讲到80年代 不过已经足够辉煌了 朱耀伟教授曾经访问过鄭sir 就问他有没有一些作品 是鄭sir觉得应该有更多的注意 但又未能如愿的呢 跟着鄭sir就提到一首为刘德华填的《错觉》 而这首顾嘉辉作曲的歌 其实也是电影《中国最后一个太监》的主题曲 鄭sir说这首歌他花了很多心思 连续写了四五个版本 这部《中国最后一个太监》是由张之亮做导演 莫绍聪做主演 改编至清朝《最后一个太监》 宣耀廷的一部半字转小说 以一个大时代的变革为背景 写了一个小人物悲战妻苦的一生 这个半真人真事的背景呢 令到这首歌呢 好像满满了一种灰色在里面 非常的凄瘡 也都很适合刘德华用他小调式的唱腔去表达这种情绪 这首歌已经是1987年 刘德华连《天皇》都没做时后的歌曲 但在我自己的心目中呢 这首是刘华其中一首我听过最深刻的作品之一 郑国刚写的歌词虽然很短 但是很完美 如果代入戏里面这个角色的话呢 真是真是很凄惨悲凉 所以虽然这首歌没Hit到我呢 自己都非常之诚心地推荐给大家 这首也是阿郑sir 很想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沧海为珠》 夜以深深得似一张隔门 尽隔开欢时留席梦 就冷的空气冻结一直感觉 令我心跟冷风一样思想 一生可得到几许欢乐 幸福只偶然杀光 没法得到想要得到不等于快乐 左右闻 нет 说他一切出于错过 算会将所想寻浑 可惜我心事不再将究想 但何时想哄哄 我知早已醒过 或许一切春雨错过 Zither Harp 流冷的空气凍结热情感过 令我心跟南风一样宣伤 一生我得到几许呼唤我 幸福只偶然杀我 没法得到想要 得到不等于快乐 或许一切出于错过 这首错觉算是郑sir 真是写得比较惨情的歌 而且特别的地方是 首歌没有刻意写到自己有多惨 反而借助很多环境 一种淡然得来又偏偏很卑微的心境 令到别人都觉得很心喉 听完首这么沉重的歌 然后选择一首没那么沉重的 一套处境剧的电视主题曲 《罗家梁》的《季节》 季节是一部有代表性的时装家庭伦理处境剧 由于80年代中期 《欢乐今宵》的收视开始跌了 开始制作一些短剧留住观众 包括郑玉玲的《钟无燕》 汪明泉的《宝莲灯》等等 都受到观众的欢迎 去到1987年时 《欢乐今宵》里面 推出了15分钟的长篇短剧 叫《季节》 女主角是由资深演员邓碧云做的妈打 这套剧可以说是《欢乐今宵》里面 最经典、最受欢迎的电视短剧 令《欢乐今宵》的收视 回復全盛时期的数字 由于季节 反映家庭的日常问题 在家庭主妇群 也就是司妇群 大受欢迎 本来暂停200多集 结果都做了389集 而在这部电视里做细尼的《罗嘉良》 也刚刚加入《无线无奈》 就唱了这首歌 而郑玉玲的歌词 很容易上口 而且差不多一个星期播五次 播了三百多次 最令我深刻又最有意思的一句 就是后面 常言到 怨亦要做人 笑亦要做人 冷或暖 生辞理心 恶运到尽头 好景即将降临 明天将更近 人事每天多变更 谁亦盼望有一些余感 无奈风雨偏要眨来 叫你实信心 护面 三百多次 有点灰燕 有点灰燕 就是后面的缘 学习的了 有点灰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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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挥你潜能 去面对新竞争 常言道远 亦要做人 笑亦要做人 冷卧暖生自你心 恶运到尽头好 竟击张降临 明天章更近 在前两集有提过无线 有一部在日本买回来的剧集叫做《亚迅的故事》大hit 当时的主题曲是由郑国刚所填词的信 不过想起其实都可以跟年轻的朋友讲一下80年代的背景 当时一般的市民仍然都是男主外女主内 有一大批的家庭主妇 下午都会看一个叫做《妩女新知》的节目 日本当时有很多的剧集专业放在那个时段 亦都相当之受欢迎 无线有见及此直接在日本买了很多的日本剧 配了音在中午的时段播出 有很多都做了话题 除了《亚迅的故事》之外还有《海誓山盟》 还有《海誓山盟》 变成《阿Nem》那部剧也唱了《海誓山盟》 有套叫《跳驱》 林亦怜唱了《只可活一次》做主题曲 有套叫《祖月老师》 叶士文唱了《祝福》 有套叫《结婚物语》 就是关淑怡唱的《难得有情人》做主题曲 还有他逐集的《新婚物语》 就是王杰唱这首《故事的角色》 而这首王杰的经典歌 就是由郑田池 我竟毅然毅然别了你 为何淡然淡然没灰意 你心里的要我离开你 莫再扮演伤心的类子 回头仍望你 总感觉欠缺意往风之 陪着你 凌生恋千百次 黄色恋爱恋爱像吐气 为何突然突然遇上你 我的理智理智全失去 愿意扮演刺心的汉字 想想前将你 可惜你却故意伤起 如怒我如今不想爱你 我女欠缺你真爱 再也没意思 拆当你对我的爱 拆当你对我的爱 拆分那份诚意 今天我却要离开你 不管过往如何难忘记 当初已变了回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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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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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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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不想爱你 爱泪欠缺了真爱 再也没意思 察觉到你对我的爱 缺乏那份诚意 今天我却已要离开你 不管过往如何难忘记 当初已变了回忆 爱泪欠缺了真爱 再也没意思 察觉到你对我的爱 缺乏那份诚意 今天我却已要离开你 不管过往如何难忘记 当初已变了回忆的故事 当初那个我从今 不再次 始终密 始终有密 为你写的歌 救闻者不心酸即行即过 主人提及万篇分手 无数得多 做了整个月 终于做到郑国江影视系列的最后一集 最后一节 其实选歌的时候也有相当难度 因为要看很多资料 而且实在太多了 有些歌 例如和许冠杰合作的 和汪明泉合作的 又或者江恩演唱的 龙猫主题曲 都迫着要放弃 唯有选一些大家都相当熟悉 或者相当出名的影视作品 你说经典的剧集主题曲 其中有一首 只需要唱头的两句 大致上所有80年代 长大的朋友都会认得 谁能逼我 屈我欲我 早惯面对灾祸 只是谁能逼我屈我欲我 这八个字 大家就已经会记得 世不低头这部经典电视剧 由秋冠郑少秋 鹿角形曾刚 郭俊安罗家梁等领涵主演 故事就说 郑少秋由少年演到中年 被人嫁祸一宗灭门慘案 坐了十四年的冤枉监 回到社会被富豪鹿角荣 曾刚用卑鄙的手段迫害 令他忍无可忍 决心和恶势力战斗到底 故事 由于冲击力很强 戏剧张力也很足够 在当时TVB 就创下高收视率 最高曾经去到86% 成为88年全年最高收视的剧集 而且这部电视剧的尺度非常大 讲述陆国荣刺杀寇父全家 非常血腥暴力 甚至被电检署向无线发出警告和罚款 当中也有描写黑警的情节 例如警察受惠、放走真空、捏造证据等等 被指丑化警务人员 当时有很多警务人员组织投诉 令警务署短暂封杀无线 包括拒绝借出警署 所以后来即使是深夜重播 无线仍然都将一些血腥的片段删减 但大部分评论都认为 那十多分钟的杀人情节 其实是不能剪的 那时的确是影视界的黄金时期 到大结局 漏口的胡锋律师 为了郑少秋在法庭上 骂他礼横折曲的师傅关海珊 你碰我 那段情节是非常深入民心 最后关海珊反而 就善了反派增光一会 令到正义得道伸张 大快人心 鄭国刚的这首主题曲 写得相当励志 作曲的林敏仪 唱的是鄭少秋 可以说全套剧的 不屈不扭 为正义不畏强权 不屈服的故事 全部浓缩在歌词中 每句都非常热血 谁能逼我 冤我欲我 总惯面对灾我 窮途坎河 慷慨高歌 打开黑暗封锁 强断公鞋 想接奉我 坚决面对挂贴我 为何仓天继续歌我 何会是有心想来考下我 面对那压魂被推行 今天的火满是拳头 每军人生亦战斗 判笑每事前走 事舍的人唯非接收 未报已消灭做消臭 事患作弄仍然孤狗 今生承受朋友 未报已失望 既然孤独 无数人逼我 冤我欲我 早会面对灾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讲热血的气魄呢,不得不提,万子良那套当代男儿的主题曲,林子祥的经典歌之一,《真的汉子》,也是郑国刚最后一首拿金曲奖的歌,这首歌有他的霸气在里面,但就不跟盧国占那种为国为民的霸气,而是一种为理想,不管别人你不理解自己,都要撑下去那种霸气, 人终归总要死一次,豪杰也许本风止,是阳光美极创好man的一首歌。 鄭sir在他那本《郑国刚词话人生》里面,就提到他在填的时候,其实有一段日子没有为TVV写过电视剧主题曲,所以他心里有点紧张。 他说写的时候有点感觉是最后一次为无线写主题曲,所以写的时候有点火气,跟他以往的风格真的很不同。 而且这首《真的汉子》其实是由林子祥和《太极七子》合唱的,很红亮的声音,加上Ben生节奏那种强劲的爆炸力,非常震撼。 写完歌词之后再看回,才明白什么叫做《括》出去。 相信鄭sir写的过程真的进入了亡我的境界,才代入了那个侄恶如仇的正义警察角色。 要不然真的写不出那种狂荒得来有点傲慢的句子。 写的时候越写越high,而阿Nam和《太极》也唱得非常声勢力揭。 把歌曲的情绪推到最高,听的和唱的都痛快淋来,有一种有前无后打死罢就的气概。 是否有时对,这种有时多课分的课程不容易提出。 那些人在我未遗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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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未遗矣。 正在我未遗矣,正在我未遗矣。 做个真的汉子。 谁担起古同更失忆。 投入要我愿意 全力干扰过的事 谁用的意犯诚意 行动算了不必多齐一次 迷人是这份情意 谁没有伤心往事 做个真的汉子 人终归总要死一次 无谓要我说到你 豪欠也许本风止 同做个血声鸳鱼 沿途世家闯一词 强调靠我两手创动人故事 成败也不再有意 用我的真心正义 怀着斗志向劲针的圈类祭 人生有得书意 人生有得书意 能改变我的制议 人生有大意义 能演变动人故事 人生也有秘弃 求献身为无情 人生有得书意 来到这里的节目都算是尾声了 其实九十年代开始 郑sir都算是淡出池填 但其实不是没有写歌的 亦都有写一些影视作品的歌 例如刘瓦丽唱的同名电视剧主题曲 万家灯火 陈秀文那套《木桂英》的主题曲《马尚英之》 陈崇玲造那套《水皎皇后》的主题曲《爱到一千年》 郑少秋和江华那套《楚汗嬌红》的主题曲《绝世红才》 还有去到一三年被不少人批评的《冲上云霄2》主题曲《冲上云霄》 面对批评,阿郑sir都非常豁达地说 糟了,很尴尬,是不是要否认呢? 幸好突然想起,老土其实我受得起 都几十岁人了,怎样不老土呢? 的确他写的时候都已经七十多岁了 果然既坦率又可爱,一位很有智慧的老人家 值得敬重的池塘宗斯前辈 最后给大家一首bonus track 是电台不够时间播的 但我自己也很喜欢 当年《当代男儿》除了《真的汉子》这首主题曲是阿郑sir填的之外 插曲的《谁为你》也是他写的 同样是由林子祥作曲 但感觉差不多跟《真的汉子》完全相反 不过同样是励志的歌 但比起《真的汉子》那种有冲天志的豪气 那种年轻的气魄 《谁为你》更加是一种力尽瘡桑 在无奈之中苦苦挣扎 《绝处中寻求去路的一种生存智慧或心态》 《老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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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苦苦没下难度》 《向前走》 《绝绝点游泪》 《人生充满着贪痛》 《赛斯春中寻求去路的一种生存》 《祝福吧,灯了泪的一种生存智慧或心态》 《双生充满着快乐的一种生存晩或心态》 你梦谁为你来报 恶梦谁为你来报 千句万句怎样可 仍是要做 荆棘满山将途多 我要踏平我每步 天不见诗事我 我来诗为谁 欲恶梦谁 只会为你来报 有难关 只有你应付 从七三应付 有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